嗨,大家好,我是阿梅 刚刚风暴过后,所以过南海边行海 看一下有什么可捡的 走,现在开始等那个潮水推下去 这里有个线爬瓣 哇,还喷水出来 我们这边的话,这种线爬瓣挺多的 你看,都缩进去了 风暴过后的话,这种东西很多的 现在我们来到深水区了 你看,到处都是线爬瓣 你看,都在这里,漏了一点点头出来了 你看,好肥的 你看,这个肉慢慢的缩进去了,看到没 这里也有 哇,到处都是 这里也有一个,在水里面 只要不发现的话,就被大烂冲走了 你看,好深的 哦,这里也有一个,哦,被大烂冲上来的 哇,这里 一下子就剪了这么多了 嗯,应该挺滑的 今天的烂太大了 哇,这上面有被大烂冲上来的 到处都是 哇,这里有一个 一般这种线爬瓣的话,都会把那个头这边露出来的 你看 水都出来了 水都出来了 你看 都缩进去了 像把它放在桶里面 哇,这里 只要有一个 呦呦呦呦呦,这个烂哈,太大了 我看,这个线爬瓣 这种是天然的线爬瓣哦 这种的话,营养价值很高的 在我们这边的话,这种线爬瓣特别多的 尤其这个风暴过后,很多的 哇 这烂都拍上来 哇,这里有一个袋子 走的走不动哦,烂太大了 哇 哇 你看 里面的肉很饱满的 看到没 里面的肉是特别饱满 像把它放在桶里面 哇 哇 这里有个袋子 好肥哦 你看 有我一巴长那么大 哇 这个螺 哇 这里 这马吧 漏了一点点 哇 哇 哦 冲了一个下来 到哪里去了 你看 那太大了 这也有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今天剪了虾巴瓣已经爆桶了 还有竹子参 还有袋子之类的 还有一些海螺 你看,满满的一桶 这些都是生的哦 你看 都锁进去 好可爱 现在天色已黑了 已经很多人 刚好也要回去了 像赶紧把这些 鞋子洗干净 因为太多沙子了 你看我衣服都湿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